大家好 怎么了 干嘛 又来找我干嘛 我就是特意来找你 说一下昨天那个事情 哎呀 我不想见到你 哎呀 有什么好解释的 真的是 没想到你们家是那样的 看不出来 没有 就是我 我可能就是意识表达错了 哎呀 好吧 你帮我解释 刚好我也有事情找你说 我们坐在那边 你坐过来吧 要不是看见太阳这么大我才不会让你上车呢 哎 八角 我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那个事情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你就是 嗯 其实我父母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个 钱省下来就是给我们以后过日子用 问题是你婚礼都不办 你还能过好日子吗 你是想着把这些小 这些钱直接 又不给你孩子用是吧 直接让你孩子过好日子就得了 哎呦 不是这个意思的 这是很明显的 意识都很明显了 还有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呢 嗯 真的 又是 又是 你觉得想办婚礼呢 我们到时候 自己存钱 然后补办一个大的呗 这不是大婚礼跟小婚礼的区别 这很明显的就是 哪怕哪怕你把我放在眼里 就是一个重视与不重视的感觉 知道吗 这不是婚礼大于小的问题 哎呦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哎呀 你不用说了 刚好我也有事情跟你说 昨天我回去 我把这些事情我全部跟我爸妈说了 当时我爸妈很生气 他们提出的意思就是说 要我们不要再继续了 但是真的我没想到 哎呀 见完了这么久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 阿姨啊跟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哎 似乎说 都还没开始呢 这种话就能说得出来了 嗯 你看 要不然这样我 我明天买的东西过去去见一见叔叔阿姨 哎呀 不用说见不见 他们根本就不想见你 你还去干嘛 不想见你 去干嘛嘛 你又去干嘛嘛 你们家是 你们家是好哎 你们家是 哎呀 没花钱 就娶了个媳妇回来 你让我 老爸老妈 我们这边 人家怎么想嘛 是不是 人家怎么想嘛 嗯 以前也跟你说 嗯 不是听你说 婚礼可以就是简单一点那个嘛 婚礼是可以简单一点 问题是你们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要我现在生了孩子之后 然后跟满月酒一起办 你说是谁能够接受嘛 我是接受不了 我是接受不了 真的 我都不要你去出彩礼了 你还给我拿这一招 你们是得寸禁止还是怎么了 我觉得哎 真的 真的没必要再说 有些事情真的就是注定了的 真的是注定了的 哎 爸家别生气了嘛 你也是了 你说你表达错了 那你 那你 你会表达呀 你就是还不就是把你老爸老妈的意思 传到一下给我听了 你老不老妈就是这个意思 我妈 我爸我妈说了 要我们不要再继续了 不要继续了 你走吧 走吧 别嘛 你要不你下去 我回去跟商量一下 就是我们还是办法你就是 嗯 别说 别这样说嘛 你下去下去 我我我我回去跟我爸爸商量一下 跟我父母 你下去 现在天还没黑 有车回去 你下去 下去 下去 我说我们 我们现在不是说商量一下办法你吗 没得商量了 我爸都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还商量什么 有什么商量的 他叫嗯 要不然 你你给我的时间嘛 然后回去我一定把这个事处理好 给时间给你干嘛 你回去缓一缓 我也回去缓一缓真的 明明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呢 媲美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给你休息一下 我也休息一下 真的太累了 我一定会 就是跟我父母商量好 哎呀太累了 你下去吧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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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